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人把飞机换成韭菜 直说韭菜会飞错了吗 哭手梗涂自嘲 目前社团人数突破4000人 持续增加 买在高点发现不对劲 立刻脱手直写 认赔67000元 但也有股民还在称 期待股价可以回升 网络上灾情分享 有人一天赔900万 买在顶楼不敢告诉家人 还有人买800张50元 账面负债破千万 对此新宇航空公关长聂国伟表示 股价变化跟新宇无关 心疼支持的股民 但投资一定有风险 呼吁大家审慎评估 三连新闻 李温宇是台北